對 我覺得很正常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剛剛好 就覺得他們早晚會見面 只是剛好是這個時候這樣 馬尹就快要下台了 那現在還有辦法做什麼重要的政策嗎 他沒有辦法 可是國民黨可能有辦法 因為國民黨他還是代表一部分的民意 然後他對國民黨還是有點影響力 很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不是好事嗎 我總覺得國家要更好 人民的生活要更好 對 然後不管是哪一黨的執政 然後應該都要向前看 對 如果 兩邊的這個領導人可以早一點接觸 可以 那未成不是個好事情 就 太突然了 太突然為什麼 就是 呃 完全 事前完全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就突然說 他要去 然後也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對啊 就完全不知道他要去那邊是要講什麼內容和幹嘛的 因為他可能是比較偏向親中那一派的 所以不知道他 會跟他達成什麼樣的私下的協議 然後可能是對台灣有危害的 因為現在情況比較偏向於可能會用經濟統一的方式 就是統一台灣這樣 他們現在在台灣的 不管是民調還有政策上都是 就是不受人民支持 對 為什麼 因為 呃 我覺得台灣人民還是不希望是跟 台灣人 就是 回歸 就是被大陸 被中國統一這樣 對 因為其實中國他就是一個比較 不那麼自由的國家 不那麼民主的國家 你們覺得台灣年輕人跟年紀大一點的人 有很不一樣的概念嗎 有在這一點有不一樣的概念嗎 要看他的 要看那個人的生活背景 對啊 因為有的 有的四五十歲的人 其實他 思想是 活絡的 對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為了支持而支持 這跟 這跟他的生長背景有關係 針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說對經濟來說 有幫助的話 這是一件還不錯的事情 或許有一個危機吧 但是只要能解決民生問題 經濟問題 我覺得 不管是危機啦 只要是一個機會就是 如果它很變好的話 都是一個機會這樣子 可能有關兩岸的一些 我們經濟上怎麼交流啦 或者是一些在旅遊啦 還是在 醫學啦 的一些方面啦 交流方面 或者是一些文化方面 或者是一些交流 或者是說 有些什麼 看能不能兩岸 能不能激盪一些 出一些經濟的一些發展 這樣對兩岸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不會是一個危機 應該要跟人民先溝通過吧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應該跟大家 就是 給大家先知道一下 他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我們可以 把我們遺跡跟他講 他如果這樣會讓我們覺得他偷偷摸摸的 就是可能有其他意圖什麼的 我們不知道 畢竟他已經 就是已經是 執政最後的期間啦 明年就要換總統 對啊 就 應該要給大家 一些討論的空間 而不是叫他 畢竟是代表我們台灣嘛 代表我們國家 不應該是 他決定怎麼樣就怎麼樣 應該大家一起來決定 因為可能明年會 政黨會輪替嘛 那可能 也許他們有什麼利益的交換 我們不知道 可能啦 或是他想要有一個歷史定位 覺得他 畢竟跟對方的領導人有什麼接觸 那他在他黨內就有一些歷史定位 他一定有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做個交代 也許他這麼想的